大家好,我是高雄榮民總醫院 屏東分院身心科,臨床心理師李全煌 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如何改變習慣 我們都知道要有好的身心健康 就需要有良好的生活習慣 不良的生活習慣例如像熬夜、抽煙、喝酒、不運動 會跟身心疾病有很高的關聯 就像吸血管疾病或者是自律神經失調、憂鬱症、焦慮症等等 但是要改變一個不良的生活習慣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一不留意就會落入到過去的慣性當中 所以減重或是戒煙戒酒才會這麼的困難 那要改變不良的生活習慣呢 我們就需要有良好的覺察能力 注意到當下我們自己的狀況才能做出正確的選擇 有良好的自我覺察力也能夠預防疾病 例如憂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在2020年發佈 憂鬱症是全球三大嚴重疾病之一 僅次於心血管疾病 憂鬱症在罹患的時候得到康復 它還會有五成的復發的機率 隨著發病的次數越高 復發的機會就越高且越難治療 研究證實正念冥想的技巧呢 可以有效的去提升自我覺察力 能夠減緩我們的壓力 也能夠預防憂鬱症改變生活習慣 如果民眾對於正念檢壓的技巧有興趣的話 可以向本院身心科報名安心檢壓團體 謝謝